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垂头丧气向外卖步 身后的随从啊的一声大叫 吓得他差点摔倒 还什么喊 王氏七郎怒气冲冲地喊道 随从一脸惊恐 公子 撑起娘子呢 王氏七郎一正 一拍腿回过神来 其他人也乱了 忙私下找 人群拥有 哪里找得到 哪个小娘子 被拉着问的知客一头雾水 这楼里来的客人这么多 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呀 长得漂亮 我也说话 有点傻 带着两个丫头 一个小丝 随从急急地描述 王氏七郎扔了一把赏钱 终于有人想起来 你是那个王家石七公子 王氏七郎盲点头 那小娘子让我和你说 她先走了 知客说着 一面笑呵呵的摸了摸袖子 嘿嘿嘿 今晚不错 稍句话 能得两份赏钱 走了 被这样扔下 可不是生气的要走了 走了就好 不是被人拐了就好 听说经常过节 拐子特别多 而且装拐那些 富贵人家的子女 这成少娘子又是个傻子 拐骗太容易了 真是不听话 就不能在这里 老实实地等着 这些灯火看不了 可别怪我 王氏七郎越发地没好气 愤愤地说 听他这样说 知客笑了 公子 人家说要去天街上 看天家的灯火呢 那可不是谁都能看得了的 天街 王氏七郎等人一正 玉街上看灯火 那可真不是谁都能看的 王氏七郎问道 他去天街 是啊 小的听到与小娘子同行的公子 这样说的 公子 王氏七郎顿时瞪大眼 什么同行的公子 他不是自己吗 不是啊 小娘子与一个公子一起走的 知客摇头 跟一个公子一起走了 王氏七郎主仆待他一刻 王氏七郎大怒喊道 这可不守父道的小贱人 竟然丢下自己跟别的男人跑了 快追 看我不打顿这肩负淫妇的腿 夜有些深了 宣德门上体弱的皇帝 在大神门的请求下准备回宫 让大皇子代替自己与民同乐 但太后委婉的提醒 大皇子到底还小 熬不得夜 我在这里吧 一直在城墙前 驻足光看灯火的静安郡王说道 我也要在这里 已经披上斗篷的二皇子 也跟着喊道 不慌 孩儿也能守到 这话引得皇帝太后都笑了 皇帝最终说道 卫郎在这里吧 你们两个明日还小 都跟着回去 我要和哥哥一起玩 二皇子还不一 太后笑道 你都天天跟你哥哥长在一起了 分开这一刻 又怕什么 一面招手 快点 馋了你哥哥一晚上 让他也清静的 看一会儿烟火 去吧 去看看皇后娘娘 她不能出来 你与她讲讲热闹 静安郡王抱起二皇子 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二皇子这才得念头 一旁的内侍 忙生手接过 在接受了下面臣子的叩拜后 皇帝等人转回宫内 随着皇帝的离开 城门上陪坐的大臣们也都退下 玄德门上安静下来 而门下的街道 则更加热闹起来 静安郡王依旧站在边上 认真地看着下方 终于 她的眼睛一亮 嘴角翘起 笑容慢慢地散开 终于等到了 天街上 烟火登山照耀下 一个女子正越过守卫门迈进来 看在那里 一个随从喊道 从德圣楼连跑带走 到了桥头 又从桥头连跑带走 到了德圣楼 然后又连跑带走的 一路追过来 王世七郎 觉得自己这辈子 都没有走过这么多路 他气喘吁吁 手撑着膝头 直不起腰来 听到这句话 扶着随从 用力地站直身子 看过去 他们已经到了玉街口 这里的人明显比他处要少很多 所以能够很清楚地 看到前方的人 那个女子正回头 看身后的一个少年公子 比他处更璀璨的登山照耀下 形容明亮 这个小贱人 王世七郎喊道 欢迎未落 见成交娘身后的少年公子 也走过山 抬头看身旁的登山 哦 是他 王世七郎顿时松口气 吓死我了 原来是一家人哪 随从们不解 问道 公子 您认得 认得 那是周家的公子 王世七说着 舒口气 就说嘛 他怎么会这么倒霉 被人偷了未婚妻 随从们也都松了口气 不是被人偷了 也不是被人拐了 原来是遇到自己亲戚了 一个年长的随从 想到什么 说 不过 公子 周家不是地平武将 竟然也能在天阶上 得位置吗 对呀 虽然是外乡人 但天阶是什么地方 他还是知道的 这周家竟然能在天阶上 天子眼下赏灯 这是程家的父亲 说的普通的武将人家吗 王世七郎瞪大眼 看着前方 见那女子已经被好些女子围住 而且是从不同的地方 涌来的女子 年纪大小不等 相同的是欢乐 以及熟络的神情 他不由正正说道 这傻人 怎么认得这么多人 他说着话就向前走 却被兵卫贺指 天子脚下 此时护卫的都是代驾兵士 一声喝断 杀气袭来 如有人敢闯 当场就能格杀 王世七郎等人忙停下脚 解释自己是来找人的 又报上周家的名号 兵卫说道 等着去问问 往后退往后退 王世七郎等人被狼狈的驱赶 向后几步才站定 抬头看着街上 那女子还在被人拥着说笑 确切的说 是别人对着她说笑 姐姐姐姐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陈丹娘抓着成交娘里一笑 一个也没放开 去哪里玩了 跟谁有缘呀 陈十八娘笑道 一面看向还站在一旁的骑士三郎 骑士三郎摇头笑 我未婚夫 未婚夫 不止陈十八娘 其他女子们都惊讶地愣住了 看吧 她就是这样 从不隐瞒什么 坦坦荡荡 未婚夫 第一次觉得这种称呼 听起来挺好听 称师三郎 吹目 出口气 有人站过来 撞了下她 成娘子 秦夫人还笑说道 一面摇着手中扇子 你过来了 快来快来 我有话要和你说呢 不行不行 成娘子 要去我们家 陈丹娘喊道 抱着成交娘的胳膊不放 秦伯母 不如你也来我家这边好了 陈十八娘笑道 闻起成交娘另一边的胳膊 你们几个小丫头啊 竟然跟我抢人 秦夫人用扇子笑着点着说 抬脚跟上去 欺负我年长 不敢跟你们抢吗 见她过来 陈丹娘和陈十八娘 笑着拉着成交娘向前快走 接上女子的笑声一片 看着笑闹着 向陈家为账而去的众人 站在一旁的周夫人 持下手 自己还是接着上灯吧 反正自己这个外甥女 别人比自己照顾的还周到 周大人 有人说是你的家人 要进来 为账礼 正心满意足的 与几个儿子兄弟 饮酒的周老爷 被人打断了 周老爷不解的问道 我家的人 他家的人都在这里呢 不在这里的也是不用来这里的 兵丁说 说是姓王 姓王 周老爷一仗 玄机恍然 撇撇嘴 不认得 让他滚 兵丁们应声事 转身出去了 什么东西 也赶来这里 周老爷愤愤说道 将手中的脚 一饮而尽 继续笑语还言 来来 满上满上 王师七郎一干人 被狼狈的赶出去 好远才停下 再敢有事 当匪贼论 那边 官兵们喝倒 警告的伸手点着 王师七郎 气得跳脚 被随从死死拉住 他们劝道 公子 这可是经常 要是熏得门前 可不敢胡来 王师七郎 愤愤跺脚 喊道 这姓周的欺人太甚 我们走 看他卷头而去 其从们忙跟上 其中有两个忍不住 回头喃喃的说 看来那成家的婶 在周家 也不是没人理会啊 而且 好像认得很多人一般 看来 除了从小吃傻 这个成家的小娘子 他们是不是 知道的太少了 天街上的围帐里 陈老他爷和陈少都在 跟在外赏灯的女眷 孩子们不一样 他们更爱亲近 成家娘进来时 父子二人正守着棋盘 杀得难解难分 隔着一张屏风 听到那边女眷们的 说笑热闹 长青奴便答说 哑马一匹 果义一听很高兴 想昨天没说对 今天就长进了 就问谁教你的 长青奴记着嫂子的话 说是阿兄教的 果义又问 你阿兄现在何处啊 长青奴说在家里 果义又问 你阿兄在家里干什么呢 长青奴说 我阿兄正在屋里生儿子 还在床上躺着呢 陈老他爷扑吃一声笑了 屏风那边亦是笑声红然 陈丹娘笑着抱成娇娘的胳膊 眼泪都出来了 陈十八娘姐妹们自然不肖说 笑成一团 又从哪儿学来的 越发没个长辈样 陈夫人一手掩嘴 一手指着秦夫人笑道 外边的丫头们 挤进来的更多了 没听到的 又听听到的转竖一遍 笑声便慈禧彼伏 在这一片笑岛中 蹲坐的成娇娘 神情木然 就显得很突兀 秦夫人笑着看她 臭娘子 不好笑吗 嗯 不好笑 成娇娘点点头说 秦夫人愕然 前几一又失笑 哦 这么好笑 你怎么觉得不好笑呢 嗯 你来讲一个好笑的 我不会 成娇娘摇摇头 哦 成娘子 你就这一点不好 年纪小 总是不爱说 不爱笑 秦夫人笑道 陈夫人倾可一声 低声提醒 嗯 别自来赎 什么话都说 这成娘子 可不是往日那些 环绕你左右的女子们 任你打去还以为荣 到时候甩了你脸面 恩不成 反而结了仇 哦 我这话没恶意 成娘子不会不高兴的 秦夫人自然明白她的好意 一面笑着说 一面看着成娇娘 我再给娘子讲一个 一定能逗笑你 好了母亲 秦师三郎 在一旁忍不住 开口打断她 屋中的视线都看向她 因为通家之好 也没什么避讳 秦师三郎 当时也跟着进来 坐在围战口 她笑道 你讲的 也不一定多好笑 大家捧场 有人不故意讲笑话 还能见人逗笑呢 她说到这里 又想到成娇娘在得上 唠闹的口误 顿时忍不住喷笑 她一笑 坐在后边的婢女 自然知道她说的什么 顿时也忍不住不失笑了 前几 又忙收了笑 带着几分恼怒 看秦师三郎 围上里的女子们 被她莫名其妙的笑 笑得一头雾水 秦师八娘笑道 果然是如此 十三郎 你还没讲 就把自己逗笑了 屋子里再次响起笑声 秦夫人也笑了 用扇子掩着嘴 视线在秦十三郎 和成娇娘身上 各自转了转 越发笑得咪咪 成娘子啊 来这边坐坐 笑声中 屏风后传来陈老太爷的声音 秦夫人笑道 老太爷 我们女子们说话 你非要来拆算 成娘子可不是一般女子们 你们说的那些话 她不爱听 不如来跟我下棋呢 秦师三郎 眉头微微一挑 看着成娇娘起身 秦夫人先开口笑道 去吧 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陈夫人笑道 哎 哪有这个道理啊 我们家连送人的马车都没有了吗 哎 只准你们报恩 得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秦夫人说着一面起身 指着身后的婢女 你留下 好好伺候着成娘子 是 婢女笑着一声是 众人起身送客 秦师三郎 先一步迈出去 陈夫人低声说道 你这又是何必呢 白费心思 秦夫人低声笑道 不费 不费怎么知道是白费呢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听我笑话不笑的人呢 我就不信 倒不笑他 陈夫人称怪的瞪他一眼 秦夫人名字一笑 用扇子拍了拍他的手 走了 女贱们碎是站在围帐外 看街景去了 围帐里安静下来 成娇娘进来时 陈老太爷和陈少 还守着棋盘 杀得难解难分 陈老太爷笑道 看回下棋吧 安静静的 比什么笑话都强 各有各的好 陈娇娘说着 在一旁坐下 陈娘子似乎从无怨念 因为没有什么可怨念的 到底来说 一直是心想事成 这话说的尾时不客气 竟然敢如此说 但仔细想来 他一直以来的确是如此 只有心想事不成 人才会有怨念 比如自己吗 先时大家还担心 陈娘子不会来自己家这里 现在看来 他怎么会不来 虽然在他这里碰了碧 但他还是达成了心愿 他不是需要安慰的可怜人 而是被人敬畏的胜利者 陈少的手微微一顿 手中的白子落外有些偏 陈老太爷哈哈笑了 没有再说话 就是他说话这期间 视线也没有离开过棋盘